大家好 升旗 這節已經是第幾節了 可能是第五節了 還是第三節呢 應該是第四節 計算你的兩節就是第六節 我也不知道第幾節是第四節 由下午開始計算 因為上午那兩個是突發來的嘛 所以現在是第四節 這節是超級升旗易得道 刁先生就已經到了 我們用大飛的 我們用大飛的車載過來了 已經很遠了 大家私家載到西西里島 還是直白了 直白 和諧客機 很快嘛 和諧客機 大家記得 超級升旗易得道 記得超級按LIKE 這個六部曲 缺一不可 今天呢 我們要講講這個話題 其實我們也有 認真去了解過的 就是港交所 這個行政總裁 李小嘉 宣佈 不再續任了 因為明年十月份 他的合約是明年十月份才到期的 提早一年半告訴你 他不做了 那就不是炒友了 因為一年半之前 他的合約是明年的嘛 現在呢 這個叫做 主席 茶屎美倫 大陸人 稱為茶屎美倫 就說會國際去輪選 找回繼任人 因為李小嘉本身也有一些叫做的 不是說撈頭看不起他 他1993年 就在美林證券裏做的 也是中國區主管 後來呢 改了這個叫做 摩根大通 也是做中國區的 中國區主席 一直都是負責幫中石油 中海油 國企 找買家 幫他們促銷 亦都幫中國政府 銷了很多債券 應該都是公在黨國的人 他應該是說體現這個中國的 金融 第一代的人 不過他本身就不是 這個金融出身的 其實他是讀新聞系出身的 他之前曾經是做過這個中國日報記者 亦都是讀這個新聞 媒體立即貼回去年輕人做記者的照片 有沒有採訪六四天安門屠殺呢 立即讓我想起劉慧卿 當時劉慧卿是穿 那件吊帶是十分之年輕的 不用擔心 這裡沒有圖 大家上網自己查一下 當然 我們那次去台灣 我們叫劉慧卿機場 他又去台灣 想說是冤家路罩 如果迎面見到怎麼辦呢 幸好 他不是去台灣 但也有可能是去台灣 不同班記者 我們不肯定 好了 我們說回這個叫做李小家 那麼他呢 這次就叫做 預先告訴你不做事 其實這個情況呢 之前去年試過發生過一宗 那個就是馬雲 馬雲也是預先 預告定 明年我就不做主席了 那麼這個案子 其實 可能大家知道有沒有什麼關聯呢 都是那些大陸人 都是早一年告訴你 我明年不做事 當然要討論一下到底他有沒有 被解僱這個問題 那麼到底 他們這些位置的人 理論上 就不會是有大信封解僱的 我們也不可以完全 排除他被解僱這個可能性 沒錯 不過如果就這樣看排面 再加上現在 外面討論得熱烘烘的 就不是他現在是不是被炒的問題 而是這個人會不會 下一步 他的下一步是甚麼呢 沒錯 他的目標是甚麼呢 因為他說60歲很年輕而已 他明年才60歲 沒理由回去臭孫 是不是 65歲也不臭孫 何況60歲 根據這個WHO的定義 至65歲都是年輕人 沒錯 這是最新定義來的世衛 由66歲至80歲才算是老年人 不過這陣子我們對WHO的事件也是要保留的 何止保留 請否定 毛主席說的 我們就要反對 那麼李兆佳還有甚麼動向呢 其實外面已經傳到謠言滿天飛了 他說 他 明年會 選特首的 因為 明年就是選委而已 未到選特首 2022年才選特首 他在2021年10月份 功成身退 若滿了 不繼續做下去 是不是為了籌備選特首呢 時間上是吻合的 時間上吻合 所以大家有這樣的推斷 但是 他是一個 撩頭 廣東人叫他撩頭 他是講普通話的 他是北京出生的 在廈門大學讀書 之後去了美國 那麼 他是一個 應該廣東話 我想最多現在 雖然住在香港那麼久了 我想最多都是 認識幾句而已 未必會 跟大家一般可以用廣東話溝通 未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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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出來都是講普通話的 沒錯 所以呢 對於 香港人 能不能接受到一個 不懂得說廣東話的特首呢 這個真是未知之數 可能可以的 好像 好像不用香港人接受 特首 你有接受過嗎 就是這樣說 即使澳門那麼親共也好 他那些 澳門特首也是講廣東話的 暫時 那就是何一死的 崔世安 崔世安 他那些 普通話就真是過癮了 那個是奇巴來的 中國奇巴 那次胡錦濤去頒獎給他 忍不住笑 差一點點 李小家如果按過往的那個政治分析 其實是大難也請不住的 如果以我們過往 一直的那個分析 Plan B 我不知道他這樣算是Plan B還是怎樣 如果他打算2022年就不是Plan B來的 Plan A還在進行中 如果Plan A 繼續進行 其實如果你打算2022年 當你是先當 打算參選 那如果 現在 做好競選工程 那這個就是潛在敵人 那那些人呢 會不會 現成做的那些會不會痛下毒手呢 這個以我們的理解當然是會啦 這叫槍打出頭鳥 沒有啊 沒錯 所以通常那些人呢 每個人問他是不是做的呢 每個人都說不是的 每個人都不會說的嘛 大家記不記得嗎 上次當Plan A 快要倒下的時候 很多潛在疑似Plan B的人都撲出來的 每個人都撲出來說話 開幾招啊 例如行政會議自己開幾招 那個神志思呀 火同葉柳也出來 然後每個人都沒有染雞籠 早前還有張建宗 自己出來開 還有劉光華 然後他肯定回去被人打了兩巴 現在也不敢再出來說話 劉光華也被人滅了 後來甚至乎 連那些 李家超啊 邱騰華都是彈習 邱騰華去搶習啊 到底有多少人參選啊 其實最終可能只有一個人 不是林鄭月娥 而是李小嘉 不是林鄭月娥 而是李小嘉 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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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現在你看到所有的人都不是 這個機會最大 那我呢 分析一下李小嘉的可能性 我覺得大家放下所有 以往的想法 李小嘉 如果他出來參選特首 其實是認了中共的 其中一個方針 新香港人 不懂廣東話 在香港住了很長時間 真正滿足到大陸對現在香港的要求 因為一直以來 過往的特首 其實沒有一個是可以 滿足到他們的要求 一直都很不滿 商人治港 失敗 公務員治港 失敗如失敗 失敗中的失敗 當然是更加失敗了 土共也是失敗 做一屆又要下來 這次翻閹公務員 可能 封公務員加地下黨 也是失敗收場 搞到天怒人怨 搞到台灣丟失 搞到這個百年美夢就粉碎 這次索性找過金融交易所的 首長出來做行政首長 金融中心嘛 你香港交易所主席就對了 是不是這樣想呢 雕先生怎麼看呢 我到今天都會是這樣看的 現在在搶雜的那些 到最後都是會 跑不出的 因為始終大陸那些事情都是 到最後才會 一夜和你押住 以前可能還會把人推出來 大家現在還未想到的 也有可能 我剛才其實一直都反方去想 其實中共 是有機會了 未必一定是李兆佳 但是他很大機會是新香港人 即是說 他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但是在香港住了很久 他是內地人 接受內地的教育 整個思想是內地的思想 他完全接受了內地的教育 反而呢 香港的普世價值他是接受不了的 不過他在香港找到很久 在香港的時間逗留的時間很久 他也在香港新居一些要職 但是一開口你就知道他是大陸人來的 但是這樣的人好像不太多 第一不是很多 第二 你現在說的是李小嘉 我也不清楚他能不能 因為如果你真的計算的話 他要 在香港連續住滿20年 究竟他有沒有 我現在是不知道 可能有 因為他93年在美林證券做 之後做魔通 還是做中國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香港做的 這個就不清楚 我們知道很多大陸人 是長期拿著香港的身份證 長期不在香港 是啊 所以他可能在香港 幾十年 豁湖已經住了很久 那麼他一年可以到處飛的嘛 你那個定義沒有說 一年是實心 一年要20年實心的嘛 他中間可以一年9個月在外國的嘛 你明白嗎 這個就慢慢爭辯啦 這些就到時如果有灰色地帶的話就任人演繹的啦 當然啦 我們現在不是說 支持他啊 千萬不要說說好像為了幫他入閘 什麼都說得出 當然不會啦 我們分析他的可能性而已 李小嘉 其實你說 從政經驗是零的 管來管去 你也是管金融的 如果你真的上選舉論壇 就算是 小圈子選舉也有論壇 你的政績是零 一片的時候這個一定是會被人攻擊得很厲害的 但是他起碼要做記者 尤其是你對著現在香港那麼多反對派政客 立法會你控制很長面嗎 你有沒有中聯辦那種強硬的氣勢 應該是沒有的 我看他其實是沒有的 雖然他是 大家覺得他是一條土腦 大陸腦 但他又不是那隻 他又不是黨校出身 不是黨棍那隻 又不是黨棍來的 不是黨棍的 他的防禦能力很弱的 對於黨格的時候 他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 在大陸 怎樣做都好呢 有些 有些鋪排的 你推一個人出來 之前 你舉個例子 老董 理論上他沒有任何行政經驗的 但他原來 就是講點了數 把他推進行政局 那裏 令到他 CV漂亮了 這樣才會推他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可能辭任了 他可能會立即進行政會議 那時間就太少了 這個是太刻意的 其實這樣會很刻意的 林鄭月娥第一時間做關他啦 你叫我加票行政會議 你叫我加票行政會議 不開會 林鄭月娥 你叫我加票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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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到明你想 拿他來取代我啦 我立即下毒手 所以你看下去 他就沒有這個部署 暫時還沒看到這個部署 所以我也是想想想 可能到時候 你不知道在那裏 殺人出來 然後你發覺 原來 有些人鋪了路的 我估計會是 你那個太虛了 我們不要這個分析 因為你見不到啊 你現在是雲霧裡面什麼都沒有的嘛 現在 本來把頭髮弄出來給李兆家 所以就一下子打下去了 不是我們打下去了 是林鄭月娥打下去而已 沒錯 你講過的情況就是 經常都是這個叫做中央操盤論 中央操盤陰謀論 學者最喜歡的一個說法 就是所有東西阿爺已經決定好了安排好了所有劇本 這個對於我們歷來對於上面的分析就不是這樣的 上面是一個激烈的鬥爭之後產生出來的結果 我也不同意 我都不同意這一種的但是呢 我所說的話就是 如果他有一人是想把他推出來的話 之前已經有多少部署 你會見到多少的 梁振英之初去做特首呢 他當時真的是靠自己爭取的 這個是的 所以呢 任何人都未必沒有機會 我反而覺得呢 應該有人跟他說過的話 他覺得 是的 我有機會符合中央其中一個要求 就是由新香港人取代舊香港人 這個我覺得 你說他被人撥出來呢 是不奇怪的 這個 但是事實上有多少勢力就不知道 一直都有很多人撥來撥去的啦 那你就是有不同的人插旗的嘛 還有呢有些就是 你撥你沒什麼所謂的 你去死而已 不是我嘛 其實你看看歷來選 特首其實有很多古靈精怪的人 你聽都沒聽過走出來選的 是報名參選的 真的是 是你拿不到提名的嘛 是有很多人參選的 一直都 以前 你不要說什麼 以前泛民也有報名參選啦 不過是拿不到提名的嘛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節再聊其他話題啦 拜拜